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436期迷彩虎军情 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迷彩虎 前段时间 几张直20的高级武马大图 一下子让整个精力圈给炸了 原意无他 中国人自己的黑鹰终于长大了 中国直升机的孔高正终于要痊愈了 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悬 照过国土面积将近五分之一 受过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地 但过去几十年 解放军确不得不依赖 美国人新进的黑鹰来执行自己的保障任务 不夸张地说 就是翻遍当时 乃至今天全世界各国的直升机机库 最适合执行青藏高原任务的 也就是升线6000米 再合600公斤 飞行600公里的黑鹰了 1984年 当中美两国24架黑鹰明晚的引进合同签署之后 中国人旋转的一颗心 总算可以暂时放下了 可是并不是中国人对于黑鹰的每一次念念不忘 都能换回来他的回响 1991年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张德福中将等一行13人 乘坐直升机 前往喜马拉雅山脉某地视察时 因遭遇极端气候 飞机失事 机上人员不幸遇难 而他们当时乘坐的 正是大名鼎鼎的黑鹰 对于任何不具有地形跟踪 回避雷达的直升机来说 山地与天际都是最危险的杀人利息 谁也没想到 击毁人亡的事故 在十年前汶川地震救援中 又一次不幸上演 当时成都军区的一架米171直升机 因为在深山峡谷中 遭遇大雾河墙内侵流而撞山失事 一次次的事故 让我们一发注意到了 地形跟踪回避雷达 在现代飞机中的重要作用 也为了让过去的惨剧 不会再次降临到直20 以及其他国产飞机头上 当中国的直20 向世人露出了真容之后 不少人就说 直20只是对美国 合影几十年前技术的 简单抄袭 和美国现在的技术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 事实真相如何呢 微信搜索迷彩虎公众号 关注或回复真相 了解其中详情 所谓的地形跟踪回避雷达技术 就是通过雷达将 飞行区内的方位 高度等地形信息 及时提供给 自动飞行控制系统 或飞行员 让飞机与周围地形 保持安全的飞行距离 这种雷达技术的工作原理 与普通的脉冲雷达大致相同 雷达发射的天线脉冲 通过一定角度 对飞机前方地域 或周围区域扫描 随着测出 高于安全飞行平面地物的高度 飞行员随后可根据雷达反馈信息 操纵飞机机动飞行 绕过地形障碍 当然 雷达反馈的地物回避指令信号 也可输给自动驾驶仪 使飞机自动避开障碍物 这样就可以很大程度 减轻飞行员飞行压力 集中精力研究攻击飞行战术 要说清楚这个技术 我们其实完全可以用 高端机车上的 车载自适应巡航技术来说明 什么 作为名老司机 你家没有听说过自适应巡航技术 我更明白了 要不你的车太劳了 要不你一定不是真正的司机 自适应巡航系统 能够通过汽车轮达 将前车以及本车距离测算出来 自信保持安全距离防止追问 可以自动跟踪前方车辆 有点自动驾驶的意思 现在一般配置在高级车上 不过也正在被国产车白菜化 比如最近河南的奔驰定速巡航失灵事件中 那辆车如果装配自适应巡航系统的话 恐怕这起事故就可以完全避免了 当然军用飞机的地形跟踪回避雷达技术 比民用车的自适应巡航技术要复杂得多 军用飞机的地形跟踪回避雷达 也并不只是为了飞行安全着想 它还能使战机保持贴地飞行 避免被敌方防空雷达探测到 或者缩短敌方雷达的发现距离 从而成功突袭目标 在电影《空天猎》中 一架采用了中国自行研制的地形跟踪雷达 窜视厂前视红外搜索系统的歼10C 一个漂亮的侧飞的姿态 高速略过山谷 向我们很好演示的地形跟踪回避雷达的强大所在 今天 歼10这类先进战机的地形跟踪回避雷达 搭载到了最新的直20身上 让直20不光可以在白天飞行 同时它的夜间飞行能力也将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直20从此也将不只是一款运输直升机这么简单 夜间低空突出 实斩首行动的直20特种作战板也将成为现实 摸着美国的黑鹰 如今我们的青崭高悬终于等来了直20守护 可中国人也不会直播于此 直20只是一个开始 中国黑鹰我们已经有了 中国的阿霸奇我们也将有 中国语鹰更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梦幻 最后特性款好玩的无装直升机手游 游戏画面非常出色 3D画质高清 游戏简单易上手 操控也很给力 还有联机职业生涯赛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感受制霸低空的精彩刺激 千万不要错过 小失望 轻松感受制霸低空的精彩